歡迎來到前100%台北股市 今天殺了1000點 創下了新低的記錄 跌破了季線 回到21636點 破季線 然後又破22000 然後今天台股殺1000點 這是台股的收盤跌點的最大紀錄 1000點的一個收跌 那今天量有5383億 量有增加出來 但是外資是賣最兇的 966億的賣超 這柱狀圖當中可以看到 昨天還障眼法 以為他要回來買了 結果今天這一賣又夠狠 966億也是創下了 外資單日賣超的新大紀錄 最大單日的賣點 966億這麼多 那投信對台股來講 是持續站在買方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投信買了 有115億 買超還加大了 那另外呢 就是自營商今天賣380億 自營商今天也是賣的是 說賣就賣狠狠的 今天總計呢 台股是總這個賣超三大百元 1231億 1231億 好那當然看外資 今天外資的賣出 但外資先看買超買什麼 今天逆市加碼買進 群創 還有包括中華電 統一萬海 雅尼萊德跟金寶 另外呢 買台灣50反1 等於說呢 還是繼續看不好台股 所以買反1 那另外護身300正2 還有中性成長高股息 這是我們看到外資買超的部分 好在這一點呢 我們就要先請教博姐 怎麼看待外資買超了 買超當中第一名是群創 蠻抗跌的 還有航運股的萬海 今天也蠻抗跌的 真的是外資有買 股價會比較抗跌嗎 應該是這樣講 外資買的基期都不高 你看群創 統一萬海 雅尼 這個都沒什麼漲啊 你看那個表現你就知道 所以代表什麼外資在這裡保守嘛 那我覺得比較可以關注的是萬海的部分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在海運最近當然中東的這個問題浮現 對不對 我覺得最重要除了中東問題之外 大家在等什麼 等季報 因為第二季的這個季報很明顯 你從報價看 大概有機會是比第一季多賺一倍 那剛好你看嘛 萬海陽明跟長榮 最近這一段時間的股價 是不是都修正過了 可是第二季的季報如果那麼好的話 短線有沒有買盤先進去卡位 等什麼 等季報公布出來 市場跳進去追的時候 他把下面買的賣給他嘛 我覺得外資可能在打這個算盤 所以貨櫃三雄的部分 你覺得都有這樣的條件嗎 目前有啊 其實三檔的這個季報應該都很漂亮 好待會我們會特別講這個航運的部分 因為今天航運股其實上半場演戲還不錯 抗跌那收盤稍微有壓力 但是呢是不是有題材上的持續力多 這是看到外資買超的部分 那會不會看起來如果在榜上有名的話 會不會比較成為送分題 告訴你外資大砍台股不會賣這些呢 但是我們看外資大砍台股 千億賣什麼了 今天賣了非常多的高息ETF 幾乎都變成外資的提款機 但是個股的部分 就是鴻海跟台積電的話 今天應該也是了 兩檔個股同步被打破季線 立刻請教伯傑 你看呢 鴻海跟台積電今天破的季線 下禮拜以往經驗破季線都有個季線反彈的機會 這次下週有嗎 其實鴻海跟台積電一樣 就是說我們剛才看台積電我有講 900塊以下 你應該是等著大盤的融資開始減回穩了 應該就是要往下買了 那鴻海一樣 大家看好是什麼 第三季跟明年再整個GB200的東西 所以這裡縱使今天出量跌破最近的低檔 那也代表什麼 這邊停車賣壓出來對不對 符合傾出來了 應該往下 你應該要開始分批承接嘛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說大盤不穩 你就等什麼 等180的位置 因為有可能就外資繼續往下殺對不對 可是180以下到170 他是前面那一波起漲點的那個位置 這個導播游標你可以移一下 在前面那波起漲點那個位置的話 180到170的區間就是什麼 就是你應該去關注說我上面有買不小心套牢了 或是我最近有接我想要加碼的位置 應該在那邊你要分批的動作 180到170之間之前的一個支撐區 可以留意這是鴻海的部分 但是今天我們要看這外資很狠 你想買但是外資他就是一支賣 今天外資期貨空單 也狠狠 現貨大賣近千億 期貨空單再給你增加三千七百口空單 總空單 哇我從來沒看過四萬五千口 上次看到是上個月四萬三千口 漢偉四萬五千口 這樣的情況下看到這個數字 你叫我買鴻海台積電我也不敢 對啊 因為我想外資其實在大賣之前 如果期貨空單布得很多的話 你還是要小心他會壓低現貨去做一個期貨的獲利 所以目前我覺得期貨空單怎麼看 你看到外資現貨期貨會是同方向都在賣的時候 那我覺得可能指數不會那麼快 做一個止跌的動作 那另外要觀察 畢竟這一波下來是有他的利空的消息存在 不管說你要看到美國經濟衰退 看到地緣戰爭的風險 看到美國科技股財報的弱勢 看到日圓的升值 我覺得這四大利空因素 我覺得下禮拜就要一一檢視了 比方說美國經濟衰退 你看美債利率 如果美債利率持續往下破底 但外資期貨空單不減反征 那代表他擔心衰退的疑慮 那對臺股我覺得還是有賣壓 第二部分在地緣風險 待會跟大家講 如果下個禮拜地緣風險很緊張 但外資趁著地緣風險的利空的時候 開始回補空單 那代表這個利空 他就不是特別的重視 所以整體上來看 我覺得對外資來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看到利空消息 但外資反而是逢低再回補空單 那臺股止跌就會有希望 那我們發現到了 在投信買超的前十名當中 看起來好像投信是關股的代言人 這買的幾乎都像關股在買的 請教洪斌 有沒有這種感覺 對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前十大買超 其實有三檔是金融股 還有像是遠傳 保存 這些都比較像是關股的一些手筆 那其中比較特別的是 在聯電的一個部分 聯電其實今天整體的一個股價 其實是算相對抗跌的 那昨天跳空拉起來 今天其實也拉了一個長長的下影線 所以手上目前還持有聯電的投資朋友 其實我覺得短線上 其實並不是一個恐慌的一個標的 目前還是可以續報沒有問題 投信買的貴買市場當中 也有一個特色 我們看到今天新權也很抗跌 最近的世界先進 好像呢 投信也很愛 這些個股當中也看得出來 會在中小型個股當中 會比較抗跌有投信在撐嗎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前三檔 像新權跟宜邦 他主要就是在封測相關的一個類股 那過去這一年其實也比較 漲幅也比較少 那相對比較低位階 那所以像其實以新權來看 台股正在做破底 但他其實是在一個打底 然後今天其實是一個逆勢上漲的一個狀況 所以像低位階相關的一個封測族群 我覺得接下來是下個禮拜 大家可能可以留意 有沒有比較先反彈的一個契機 然後像是世界的話 他就是跟剛剛聯電的比較像 因為下半年成熟製成的部分 在之前市場比較疲弱 那下半年其實會相對的會比較好一點 股底已經過去了 其實現在目前還在季線之上 這樣的其實這樣的一個標的 加上投薪的一個買超 下禮拜都有機會再持續的緩步墊高 好 立刻請伯爺上來告訴大家 大跌當中就要看這些金槍不倒的抗跌股 為什麼他們可以那麼強 真的很有骨氣耶 憑什麼 憑什麼 憑那個男人 你看嘛 因為剛才那兩頁裡面 第一頁全部都是機器人 都漲頂版 對 第二頁還有一檔索羅門也是機器人 那為什麼 因為那個男人又來了 這個在8月21號到24號 南港展覽館有兩個展 一個叫什麼 台灣機器人跟智慧自動化展 一個叫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這兩個是不是跟機器人有關係 那因為內容就是什麼 AI 機器人跟自動化 重點在於黃仁勳在六月來的時候 他說 欸 他六月那時候要走 他跟大家說 欸 八月 我八月應該會回來參展 參加什麼展 就這個展嘛 哦 所以最近這些機器人 為什麼突然轉牆 就是大家沒有題材了嘛 對不對 然後剛好這個盤面 勝這些中好鮮鼓能動的時候 欸 我就來講 對 這兩天就動這個機器人 在跳舞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我們要想 你要先把你自己的回答救起來吧 我們比較在乎你的回答 你的回答如果不起來喔 真的其他台股這些老AI 新AI 通通倒成一片 我覺得外資最重要就是說 先前他一直在賣這些股票 而且沒有去講說 到底AI這裡怎麼樣 對不對 你看最近不約而同 大摩 小摩 還有高盛 都發表什麼 看好AI股的言論 第一個我們從大摩來看 我覺得其實外資最近講的這些理由 我都還蠻認同 第一個他說 AI是下半年的主軸沒有變 行情還沒到終點 沒有錯 長線的終點當然還沒有到 只是 七月或有些到五月 黃昇勳來請吃飯那時候 他們就先到第一段終點對不對 所以下半年 另外一個起點可能會開始 再來他講嘛 輝達GP200出貨規模很大 水準受惠最大 這確實啊 大家也是都在期待這個 所以大摩他就給 齊鴻雙鴻這兩檔散熱 然後像電源的台達電 圍影有給目標價 你看齊鴻雙鴻 齊鴻給830嘛 雙鴻給800 台達電488圍影2600 距離現在都還蠻遠的 只有散熱比較近 我們看一下散熱這兩檔 齊鴻跟雙鴻 600 就是回到前高嘛 對不對 看雙鴻 雙鴻也是回到600 對也是回到前高 就是有一段距離 小摩 小摩說什麼 AI再漲50% 才會到泡沫 才會到泡沫 那代表現在就不是泡沫啊 可是就像我剛才講的啦 揮達現在本益比就是40倍不到嘛 所以這裡應該也不是泡沫 那小摩看好誰 看好台積電 傳統伺服器在第三季的動能會轉強 這個沒有錯啦 有點廢話 為什麼第三季那些東西都要出貨 都要開始出貨 而且廣達之前 林百里私底下也會講嘛 說什麼我明年的單子都接很多都滿了嘛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這個AI的這個部分來看 高盛這樣講是沒有錯的 你看他看好誰 鴻海 那個跟前面又重疊 廣達 又重疊 微影 也重疊 微影三個都有 都有 齊鴻也是 對不對 技嘉 華碩 偽創 也就是說 老AI出現 對就是不約而同的外資的角度 你看三家 在老AI的部分 之前是氣之如必喜 現在開始 這個位置 我反而覺得這三家有點這個雪中送炭 可是現在是因為跌身啊 我開始開始看到他 所以也有這個題材跟條件 但是我們要怎麼確定 他到底只是一個跌身反彈 還是說真的下半 你就換他真的在衝 先跟大家講 AI怎麼看 第一個 短線來講 到這個自動化展開始之前 機器人我認為他會反映這個展覽的題材 可是因為這些機器人的股票 帶頭的那兩個大哥羅森門 對不對 索羅門跟羅森 他們的獲利是跟不上股價的 也就是說 長線獲利有帶商榷的狀況之下 這個東西呢 你就不要過度的追高 你要小心什麼 漲完以後 他們反而就掉下來 要趁題材 對 他們應該現在是趁著這個題材 然後大盤也不好 就中小型股可以動 不然外資賣壓都在賣大型股 對不對 好 那另外除了剛才講到那個之外 我認為其他機器人概念 你以什麼工具機的 因為工具機裡面剛才漢偉有跟大家講 有的有減速器 有的有什麼這個滑軌 什麼都有 這些是都跟所謂機器人自動化有關 那剛好搭配到 我們剛才講到日圓升值的題材 對 所以你以這個區塊為主的時候 你會享受到兩個東西的好處 兩個互生服 對 所以我會覺得機器人這塊 你就這樣看就好 看工具機 那現在最重要來了 老AI跟大型股的這些AI 我們怎麼看 很重要是現在AI為什麼起不來 最主要就是被外資壓著賣 主要都是大型股 對 都被壓著賣 那對他們來講呢 他們是需要時間沉澱籌碼 可是我認為他們很有機會 會從什麼 反彈之後出現 領頭回升的指標股 也就是說呢 這裡的AI初步 當然一開始先看 跌升反彈 但之後隨著業績的出來 應該就會有人變回升了 也就是說它會到前高附近 甚至來過高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大盤 這一波跌下來 如果它只是一個 漲多的修正的話 前面那個高點要不要過 會不會再創新高 那誰要帶 全職龍頭股 對 那全職龍頭股 你不要想 光這F4就好 有沒有機會再衝上去 我覺得 我們可以這樣去想 當然現在這個氛圍之下 大家都不會去相信說 這些股票 龍頭股 不可能漲沒有機會 因為外資刀就在你頭上 你就等外資的賣壓開始趨往 或大盤真的不小心來到半年線 我會覺得你要拋開這些恐懼 就要趕快轉向龍頭股 掉下來絕對是禮物而不是刀子 好 那剛才有講嘛 回答本益比金40倍以下 我說9月以後 市場會回頭關注 GP200的出貨狀況 那些相關的股票的營收 可是9月營收是什麼時候 10月 那你會不會提前反應 而且裡面那麼多支AI 你不要講洪海就好 洪海9月除了GP200還有誰 蘋果啊 蘋果的新手 他這個是旺上加旺 親上加親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剛才就講嘛 我們看好什麼 伺服器的組裝 零組件相關的股票 這是要這樣看 好 那當然呢 重點就是我們要看展開回升 還是反彈 但是個股的部分指標來看 你今天特別提出 就是剛剛 值得大英偉系統台灣金瑞 這跟剛剛漢偉提到也很像 工具機的相關概念 就機器人 我們就抓這一塊來看 你像比如說剛才漢偉有講 大英偉跟金瑞 我們看一下值得 你看值得最近投信是有進來買的 投信是有買的 有沒有 很難得耶 對 投信會買這種工具機 那你你如果從值得的這個走勢來講 第一個 他有量 對不對 有量有價 你就好進出 不然工具機很多人詬病什麼 因為他們之前走空頭太久 都沒有量 值得是有量有價 適合當衝隔日衝波段都OK嘛 這個缺口守住 我覺得他有機會來挑戰前高 這算強的 對 你就觀察 這個量不要超過大概兩萬五千張 就不會失控 今天就是被盤拖下來的 這個問題不大 好他還紅K 那另外呢 我龍頭剛剛就講到台積電洪海 今天就是外資賣的首選 所以就算你覺得說價值到了 但是短線上還是要觀望一下嗎 好就就像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台積電跟洪海現在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 問題是買的會不會馬上漲 目前來看當然不會 那目前來講不會的話 我們就可以等什麼 我剛才有講嘛 我們就等融資減的訊號出來 如果融資開始大減 這個訊號出來了 我會認為台積電跟洪海 就算外資賣 也賣不下去了 你就等這個訊號出來 我就進來買 那一樣嘛 洪海 來看一下洪海的圖 洪海剛才我有說嘛 回到這個位置 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安全氣囊了嘛 這一個位置的支撐 確實是比較強 好假設你套在這裡 或套在這裡好了 你在這邊買對不對 當他反彈上來到第一個壓力的時候 200塊之上 你先賣一次 你是不是就解套了 那假設再回來打個第二隻腳 我再買回 我再買回 後面有沒有機會 再來挑戰前高 對不對 我覺得你這樣操作就可以了 180到170 對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你在210220 大家是非常看 每個人都想 洪海拉會200 我一定要買 結果我現在打到180 19 不敢買了 這個就不對了嘛 這個是洪海的這個部分 那再來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在我們剛才講的 那一些老AI的部分 對我們看下一張字卡 這些老AI裡面包含什麼 圍影 廣達 技嘉 這三檔都是什麼 伺服器代工相關的 好 那另外 散熱的旗鴻 跟這個倒軌的這個窗戶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圍影 圍影最近外資也是賣很多 對不對 第一個重點 圍影打到哪裡 年限了 對 他打到年限了 再來 打到年限之外呢 你有沒有發現 凱明你有沒有發現 有量喔 這個量跟這個量比 有沒有大 有大 有 這種最好 為什麼 千里迢迢對不對 跌到年限對不對 出量了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該殺的都殺出來了 都殺出來了 想接的都來了 對 所以我非常看好 圍影在年限這裡 出完量之後呢 他有機會過五關斬六將 這個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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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到這個關卡 有機會 可能未來都會突破 哇 這關卡壓力很大 但是他有充分的換手過了 在低點換手 對 所以圍影是你這一波 強反彈的首選 OK 為什麼 因為他有出量 貴啦 便宜一點的 好 便宜一點的 現在不敢亂花錢 來 廣達 廣達最近外資也有賣的 來看廣達的走勢 廣達比較可惜是什麼 沒有量 對不對 但昨天彈也算強 那這樣我們可以解讀是什麼 其他的籌碼大概就是這樣 就不需要太多的量 就可以反彈 那一樣嘛 他也打到半年限 這個比大盤的位階還要低了 所以呢 半年限附近 未來你三天就觀察 三天不破低 或是盤中有破低 又拉下影線上來 可以買 可以考慮 那一樣 第一關就是在季線這裡 就大概有二十塊的空間 你就抓百分之十的空間 應該這邊 到季線 月線下來的位置先賣一次 那就來回反覆的操作 我覺得廣達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是廣達的部分 再來看到個股當中 技嘉齊紅 穿湖 看一下技嘉 技嘉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技嘉 對 時間再長一點 這連紅不好嗎 你看他這一天還可以日K連紅 對 但是凱平你有沒有發現 剛才那些股票都是跌到年限半年限 技嘉的年限在哪裡 那麼高 技嘉的技限在哪裡 技嘉的半年限在哪裡 他形成一個空頭排列 所以時間短一點 所以他這裡連紅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他比人家先跌 先轉空 所以技嘉最大的壓力就是在這邊 300塊之上 當然這裡跌到250以下 都是超跌 我認為這是超跌 那只是因為他技術面轉空 所以你這裡可以買 因為他三天沒破低 對不對 但是反彈到300年限在附近 你一定要先賣一次 因為他在伺服器代工裡面算弱的 這個算弱的 好 這是技嘉 再來看到個股散熱旗紅 好 旗紅的這個部分 跌破600了 他比雙紅強 因為旗紅今天是沒破底 雙紅是有破底 那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旗紅剛好打到哪個位置 你知道我們把時間長一點 好 旗紅剛好打到前一波 支撐區的 所以這裡應該不會太危險 我覺得這裡往下 應該也都是一個買點才對 好 謝謝伯傑高達 怎麼看待這些所謂的老AI股的部分 會不會換他們有機會來談生呢 從這裡來看 跌到這裡到底是不是買點 剛剛聽聽專家怎麼說 不過帶回來告訴大家 真的一天殺了千點 殺很大 但是下個禮拜回來 我們碰到的第一件事 第一看台股的大跌之後 有沒有反彈的機會 第二就是要公布很多七月營收了 有沒有七月營收的好股 會在這裡即刻救援呢 馬上回來先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二十月經分 拍攝 一遍 一遍 二十月一 鄉 鄉 鄉